国足提前无缘2022年世界杯之后 四年备战化为乌有 国脚的表现再度成为外界质疑的对象 再加上中国女足刚刚夺得亚洲杯冠军 球迷呼吁男足和女足的待遇对调 谁的成绩好 谁拿高薪 尽管中国女足近些年提升薪税待遇 国脚至少可以拿到100万元年薪 依然远不及于中国男足的国脚 现在中国足协开始下狠手 再一次对男足国脚的薪税进行调低 也跟无缘世界杯有关 今日足球报透露 新赛季中超很有可能再次降薪 具体是新一轮的降薪目标 计划为税前300万 当前中超本土球员最高年薪标准是税前500万 十年之前 中超在金圆足球的热潮之下 国脚们的薪税越来越高 据悉高林在广州恒大可以拿到2400万元年薪 高居本土第一位 并且郑志冯潇婷张宁鹏黄博文等国脚的薪税 同样超过1500万元 当时国脚超过千万元的薪税 非常普遍 此后足协开始实施现薪令 第一次降薪是规定中超本土球员顶薪是税前1000万元 现役国脚可以上浮20% 最高不超过1200万元 第二次降薪是上赛季 规定中超本土球员最高年薪标准是税前500万 国脚每月的薪税减到42万元 如今随着提前无援世界杯 足协认为税前500万还是较高 中超薪税高 让国脚们不愿意出国踢球 并且出现俱乐部生龙火虎 一到国家队出攻不出力 直接导致国家队成绩持续低迷 现在还是依然存在这个现象 现在媒体爆料新赛季中超要进行第三次降薪 对中国足球来说是件好事 利于长远发展 理性投入 也会让更拨国脚主动流洋踢球 如果新赛季中超本土球员的年薪是税前300万 那么按照月薪来算降至25万元 对于国脚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球迷对此认为这些国脚的好日子到头了 应该降至几万月薪 想争高薪去国外踢